第八百一十五章 人族终于有了强者 我建议还是去天外天走廊 那里虽然也是绝路 至少还能弄到修炼资源 比起留在这儿等死可强得多了 陆子廷叹了口气 打断了沉默 恐怕很难哪 天外天走廊根本就是个人吃人的地方 那里确实有众多的修炼资源 但是那儿一样不适合修炼呢 除非我们能够过一段时间离开天外天走廊 静修一下 否则的话 去了天外天走廊 就算是不死 实力也会越来越弱 清虚到道主泄影摇了摇头 不一定啊 当年莫宗主不过先尊实力 不一样在天外天走廊过得疯狂 甚至还开了家耽搁呢 陆门主啊 不是每个人都是莫宗主啊 更何况 莫宗主行事虽然快意 结果如何呢 传闻早就被神族斩杀了 不对吧 我听到的传闻是莫宗主斩杀了神族道地 从容走脱 想当年莫无忌还是先王之时 已经组建了平凡 这一让陆子廷非常的钦佩 哪怕他知道莫无忌斩杀道地的传闻一定是假的 他也一定会当成是真的 只有到了天外天宇宙这个地方 他才会清晰地明白 人族出现一个顶级强者到底有多重要 剑蟹影还要说什么 问蓝摆了摆手 那莫无忌和我有一面之缘 当初自在先狱的罗兄帮忙算了一下 他应该不是夭折之相 想必不会出事 不过啊 去天外天走廊的事情不大现实 我仙界能残留在这里的人族看起来十几万 实际上 到了天外天走廊 也许要不了几年 却会消亡殆尽 问蓝女帝的话位说完就糊得站了起来 脸上带上了惊喜 谢尹二人疑惑不见 被困在这陨石上 有惊是正常的 有喜那就不正常了 是我宗门弟子颜维回来了 没想到他居然还能回到这里 问蓝女帝的确是没想到 从陨石出去的仙界修士 可是没人能回来的 颜维当时一定要出去 问蓝也很是无奈 他知道 若是害怕颜维陨落 强行将他留下来 颜维将来也只能到先王中期为止了 实际上 颜维的资质不错 在玄河先宗也有着一定的身份地位 问蓝女帝甚至还考虑过 将来让颜维继承宗主之位 赶紧把他叫来问我宇宙教的情况啊 还有我派的农小语如何了 谢盈急切地说 他们被迫滞留在陨石上 也是万般无奈 寻常弟子出去还有一线生机 可一旦他们离开了 那这块陨石上的人基本可就没了活路 不用 他已经过来了 不对 在颜维身边 还有一名我不认识的强者 问蓝说着脸色一变 哼 无论是谁 我们退无可退了 若是他逼迫颜维回来 我们鱼死亡破 唯死而已 谢盈哼了一声 同样站了起来 问蓝却是摆了摆手 应该不会 颜维的秉性我是了解的 就算是他陨落了 也不会背叛人族的 宋主 谢前辈 陆前辈 颜维回来了 颜维的声音 已经在大殿的门口响了起来 言语之中带着一丝急切和兴奋 快进来 问蓝同样有些急切 他发现自己居然看不透 跟随在颜维身旁 那名高大男子的修为 是 颜维说着 带着一名高近两米的男子 走了进来 一进入空间大殿 颜维便躬身失了一力 然后赶紧介绍说 宗主 两位前辈 这位是袁墨前辈 袁前辈受墨宗主所托 前来带我们人族修士 前往宇宙角 等等 几乎是在同时 问蓝三人叫住了颜维 颜维刚才这句说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太让人震惊 什么叫做受墨宗主所托 带人族修士前往宇宙角 颜维 你说的墨宗主是谁 颜维换了一口气 赶紧解释说 墨宗主 就是墨丹帝前辈 也就是墨无忌啊 墨无忌果然没事 温蓝女帝欣喜地说 他对墨无忌还是很看好的 否则他当年也不会拿出自己的玄河 让墨无忌去干物长河神通 而且还让墨无忌称呼他为师姐 吴迹怎么可能有事情 与赵教区区几个臭鱼懒虾 也配让无忌有事 原墨是哈哈一笑 魂不在意地说 颜维赶紧说 原墨前辈是一名道帝 受了墨宗主所托 护送我来此 道帝 尽管道帝在墨无忌的眼中不过也是先帝 但在问蓝三人眼里 那可是高高上上的存在 不可触摸的境界 他们可没机会与墨无忌一样 杀道帝也不是一个两个 况且 他们常年受太上天的宣传 道帝的至高无上 心中更是对道帝产生了一种敬畏 若不是这次 紫昌罗作为一个道帝 抛弃他们 斩断了前往太上天的道路 他们会对道帝更加崇敬 三位先帝换过身来 强压下内心的惊慌 对原墨行了一礼 原墨是摆了摆手 机位不必多礼了 无忌特意说了 问蓝是他的师姐 机位叫我的名字 或者是元凶就行了 前辈的境界 远远高于我等 岂可平北相称啊 谢影赶紧说 在察觉到原墨并非那等不尽人情的人之后 眼前三人是略微放松了一些 我不过是逼你们多悟了几道天地规则 原理多了一些而已 无忌斩杀的道帝也不知多少了 机位啊 还是和我平北相交吧 原墨在此哈哈一笑摆了摆手 莫总主 真斩杀了道帝 陆自庭震撼地说 其实他并不相信墨无忌斩杀过道帝 只不过这等宣传 对人族提升气势很有帮助 所以他才没有去否定 一旁的颜围急忙说 陆门主 这件事情是真的 我亲眼见到莫总主 斩杀了弥妃张会的道帝千一萨 什么 先为 你说莫总主 真的斩杀了道帝千一萨 问兰女帝当即被震撼了 莫无忌的确是不错 但即便她再不错 在问兰看来 莫无忌想成长到先帝 至少也得几百上千年 可现在才多久 这莫无忌居然可以斩杀倒地了 是 宗主 颜围回答 你赶紧将事情的经过说一下 不等问兰女帝发问 一旁的谢盈已经等不及了 甚至忘记了询问农小语的情况 颜围则是恭敬地说 我和小语师妹 到了宇宙教之后 我人族修士 确实是没有生存空间 到了宇宙教的人族修士 根本活不到三天 他们基本 要么被人挑战 死在论道台上 要么拒绝挑战 然后被人追杀在外面 后来 我一到那儿 果然就被挑战了 小语师妹也是 我知道 如果我们接受了挑战 那就是死路 所以 我偷偷离开了宇宙教 想要回来报信 可是 我刚刚离开宇宙教 就被神族的强者盯住 尽管我有没阵服 但却依然无法逃脱 结果 在虚空之中 我遇见了莫宗主 莫宗主 杀了那名追杀我的神族先王 然后 便和我来到了宇宙教里 我们到了宇宙教之后 小语师妹 正在和何夕行修会的 一名大罗仙论道 结果 小语师妹占了优势 何夕行修会 一名先尊 居然要干涉论道 结果 直接被莫宗主捏死了 何夕行修会 又有一名先帝要出头 再次被莫宗主 一拳护杀 听到这儿 一旁的陆子亭 是热血沸腾 直接拍手说道 好 杀得好 我仙界缺的就是这种气势 缺的 就是这种带头的强者 所有人都知道 陆子亭是在骂紫昌落 贪生怕死 不配占据太上天 灵袖整个仙界 自从神族开始围攻 太上天宇宙仙城 他就憋屈到了现在 若有莫宗主这种人 带头杀敌 哪怕是战死在人族仙城 他陆子亭也绝对无怨无悔呀 陆子亭排案之后 言为又接着说 没想到 后来宇宙教居然出了 十五名先帝围杀莫宗主 其中还有大先帝飞虎 然而莫宗主神通通天 接连斩杀他们 后来他又杀了 河西行修会的安雪胜 最后他才去弥菲商会 杀了千一萨 在遣散弥菲商会后 又把河西行修会的地盘 留给了我们仙界人族 他则留在 河西行修会里闭关 听到这儿 就连谢盈也忍不住 叫出一声号来 能出现在宇宙教的先帝 那可都是九经战阵 莫无济农连斩十七人 还杀了一名道弟 这又是何等的强大 谢盈现在和陆子亭 是一个想法 只恨自己不在宇宙教 如果能在宇宙教 与莫宗主一道并肩杀敌 那可比和紫昌洛 这等小人一起战斗 要强上千万倍 只有在天外天宇宙 这种地方 仿知一个种族 多么需要强者的庇护 现在 人族终于有了一个强者 不朽凡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捏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